一周一书 永不服输 有书有盈 无焉无悔 请给我七分钟 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 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ou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0年独师C计划 第40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写的书目叫做 我决定生活里只留下对的人 这是一本有关人脉管理的书 一般而言 父母 公婆 夫妻 小三小王 情人 朋友等等 这一些原本以爱 以善为起点的关系 却不知从何开始会让你倍感压力 充满了负担 你能乃是关心他们 但相处起来却痛苦万分 关系总是让人牵肠挂肚 有些关系真的很伤人 是什么时候会让美好的关系变得掉 那情绪是心理的大咖 陷入情绪黑洞就容易被绑架或是被勒索 所以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那心理像一栋房子容易沦为储藏室 所以要有被割舍的准备 定期清理是上上之策 心理空间已经很狭小 你无需再堆放过期的关系 所以来一场人际关系的大扫除 可以腾出空间 让对的人Mr.Right才尽得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杨嘉玲小姐 他是彰化师范大写辅导跟资商手硕士 国家考试及格之资商心理师 起点文化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他擅长透过文字 爬出人心中复杂的情感 同时不忘具体的行动跟策略 带领个案阻止生命的困境跟僵局 所以从他身上 我觉得有以下这三个观念值得来活用 第一个有没有关系 人跟人连结的那一刻 就会产生亲疏远近的关系 然后交出成跟画画世界的距离 那一旦我们启动社交关系 就会变化莫测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即使是亲情也会变掉 何况是友情跟爱情 所以在职场上如果你要办社会事 那你当然就要靠关系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第二个是关系的类别 关系有白白种 有伤人的痛苦的 离不开的切不断的等等 这个都需要刻意去了解跟经营 放手叛逆跟割舍可以找到自己 那时间会带来差异 而差异会创造分化 让彼此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个人 第三个是清理关系 我们东方小孩在集体主义下长大 所以心里常常塞满别人的看法 期待跟要求 所以很容易卡在关系里 动弹不得 甚至是罹患的所谓的 关系囤积症 所以这需要清理 才能够为旧关系带来新幸福 那协会对物品跟人际断舍离 你就能生活简单 心里清爽 所以人际关系像置物间一样 需要定期成名 以上三个观念 希望能够协助大家 对作者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这本书是在2018年11月出版 是作者从事资商跟沟通教育的 多年经验所写成的一本书 他期望能够协助人们修复关系 在心中所留下的伤痕 所以整本书读了之后 我觉得有以下三个重点 值得我们来学习 第一个先从清理心开始 这个心也可以叫做是念头 闺蜜 贯老板 租队友 天兵 LINE的朋友跟联友 Facebook的朋友等等 这一些都可能会纠缠住你的关系 让你疲已奔命 所以不要等待关系把你淹没 先从清理念头开始 让对的人静注 好的事情发生 第二个重点是 停止谋忍的互动 那痛苦且离不开的关系有以下这几种 内在交换的有四种 爱跟认同 念以关注 责任跟信任 牺牺牲跟接纳 那外在依赖有两种 是缺独立 所以需要财务的资源 没有自信 所以需要工作能力的加强 那这一些都需要磨忍的互动 来造成极大的压力 所以情绪容易被揍手 所以作者提出停止七个步骤 厘清让自己感到压力的互动方式 然后思考维持这个模式有什么好处 然后找出彼此真心想要满足的需要 用新角度重新设定取得平衡 沟通并且要拟定schedule 设想可能的反应跟影响做好心理准备 最后认识自己的应言团 第三个重点是迈向清赏的人生 所以花一点时间好好面对那一些 已经冷切的关系 感觉舒服的互动 开始动手清理 那你会发现自己不仅笑容变多了 时间变充裕了 身体会更健康 更重要的是找回自由的你 才能够活出生命的品质跟高度 过想过的理想生活 迈向清爽的人生 以上这三点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要的重点 英国的演化心理学教授 罗宾登巴 罗宾登巴 发现有一组四字 150跟5 这样值得注意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独立的个人 所建立的社交网络平均 最大值是150位 那其中能够紧密互动的 大概只有5位 这一个Number 刚好可以回答我们 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相似满天下 知心有己人 OK 以上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要的内容 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 如果要我总结一句话送给大家 那只是我决定生活里只留下对的人 再见 拜拜